小朋友学习英语 三分钟热度怎么办 爸爸妈妈别担心 其实这是很普遍的现象 Kathy有些小方法分享给你哦 第一 坚持不下去 这是人之常情 就算是成人 接持学习也很不容易 更何况是小小孩呢 而别人家的小朋友 也并非天生爱学习 他们能持之以恒 更多是因为家长的 耐心引导和帮助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第二 发现兴趣 延续热情 当宝贝对某个主题或课程 表现出特别的兴趣的时候 宝宝妈妈一定要给出 大大的肯定跟鼓励哦 趁着小朋友感兴趣的时候 再让小朋友回到课程中 玩一玩他最喜欢的部分 在日常生活中 创造跟小朋友互动的一些英语场景 比如玩小汽车 外出逛动物园 也都是会让学习热情延续哦 第三 课程的巧思设计 激发内在的动力 基里嘎嘎的课程 在设计时 就会考虑到小朋友的特点 充满趣味游戏 儿歌 动画片等 绝不会让小朋友面对单调的学习内容 而定期的冒险挑战 让小朋友也看到自己的学习效果 体会成就感 激发 妈咪在动力 就会让学习更持久 朋友 你可以再让我上一堂吗 最后 Kathy要告诉所有的爸爸妈妈宝贝们 能否坚持学习家长其实是关键 培养好习惯 发展学习力 相信宝贝一定会在激励嘎嘎的课程当中 轻松学习 快乐无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